近年来大家应该都不难发现 台东的观光和经济是发展迅速 有许多的工程建设也不断拔跌而起 而施工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噪音 却也影响到了周遭民众的生活品质 而今年1月至今已经有超过50起的 营建噪音陈情案件 因此环保局是呼吁业者 要依照噪音管制的标准施工 如果不符规定又不改善 将会依法开发 随着台东的经济观光以及建设等发展 房屋新建改善 公共建设的工程也变得越来越多 在施工的过程中 不免产生噪音 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品质 而弹东县从今年初到现在为止 已经收到了超过50起的营建噪音陈情案 对此环保局除了派源机查外 也会针对限期未改善的营建业者 开出18000到最高8万元的罚单 它是先告发 不会说马上给你采取罚款 也会限期您改善 那限期改善 你又没有完成改善的话 那我们就会采罚罚款 那是18000到18万元的一个罚款额度 在营建的过程中 其实有许多方法可以减少噪音产生 而环保局也希望业者们 可以遵循噪音仿制的方式来施工 在维护社区安宁的前提下 让台东的建设发展持续下去 低噪音的施工工法 还有基本上的一个施工围理 或者是说更好的一点的就是 可以有一个噪音防音的防音墙的一个设备 那普遍当然是不一定的做 那至少你的围理是一定要设置好的 我们一般的机具 它都会有检证的一个措施 比如说一些底层加一些阻银的一个设备 或者是低噪音的引擎的一个设备 这些都是噪音简奏的一个设备都可以来采行 如果民众们发现住家附近的引荐噪音 影响到了自身的生活 可以拨打免付费电话 0800 066 666 或者联络台东县环保局反应 甚至透过手机APP公开报报等管道 都可以向主管机关来澄清反应 记载前轮台东市报道 0800 066 6666 0800 066 6666